本周随着越来越多学校的学生加入 席卷全美高校的挺拔抗议示威活动愈演愈烈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当地时间25日报道称 抗议活动期间 一些美国校园里还出现了不同寻常的一幕 本周在密歇根大学一本写用美国去死 的宣传小册子在抗议学生间疯传 福克斯新闻用反以色列煽动者一词 来描述这群抗议者 并称美国去死正迅速成为他们的主要口号 遍布全国高校的反以示威活动呈现出了反美色彩 另据美国新克莱广播集团旗下新闻网站 The National Desk 26日报道 校方没有在回应证实这些小册子的分发 但表示正在仔细研究校园里的情况 据美媒报道 这份正在密歇根大学四处散发的简单宣传册名为 关于在美国与巴勒斯坦团结一致的十篇无政府主义文章 其中有一页写着巴勒斯坦的自由意味着美国的死亡 归根结底 我们作为美国革命者的主要任务仍然是瓦解美帝国 还有一页则应有支持哈马斯去年10月7日 对以色列发动突袭的内容 其中写道 阿克萨洪水行动能够压倒以色列 就证明了帝国主义列强并非无所不能 报道称 这些小册子是在反战抗议活动持续升温 全美顶级高等院校 接连开展扎营活动之际出现的 美国去死之据曾在阿拉伯世界盛行 并被世界各地的反美团体和抗议者所采用的政治口号 似乎也正在美国校园里悄然兴起 一名爆料学生称 还有另外两本小册子被分发给抗议学生们 一本叫加沙犹太区起义 另一本则叫我们先拿下哥伦比亚 两本册子都在以史为鉴 分别回顾了1943年的华沙犹太人起义事件 以及1968年哥伦比亚大学学生爆发反越战抗议事件 TND称 密歇根大学提供给该媒体的一份声明中 没有承认这些小册子的存在 但表示正在仔细研究校园内的情况 一名发言人还称 任何人都无权严重扰乱大学活动 或违反法律和大学政策 我们正在努力将对大学运作的干扰降到最低 尤其是在期末考试即将到来之际 在另一份发给福克斯新闻的声明中 校方强调 虽然我们为我校悠久的学生活动历史感到自豪 但密歇根大学不容忍骚扰行为 并致力于确保校园文化 尊重所有的文化身份 宗教背景和信仰 其补充称 反犹太主义与学校的一切价值观背道而驰 我们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并随时准备妥善处理 针对我们的犹太社区 和更广泛的校园社区的骚扰或威胁